詐騙事件層出不重 我們邀請到臉書社團反詐騙聯盟的版主 來幫我們分享最新的詐騙樣態 安迪哥最近有什麼樣常見的詐騙手法 現在目前最嚴重就是說在臉書上面 以及在很多投資社團 主要就是以金融照片 以及股票或者是虛擬貨幣的詐騙為主 這方面的人數眾多 以及他詐騙的金額是最高的 反詐騙聯盟社團成立十年 但最近社團人數爆量成長 因為受害者越來越多 社團讓受害者 可以在上面分享相關資訊 也讓求助無門的人有發洩管道 大家都進來這個地方 做一些取暖或者是互相安慰 求一些幫助這樣子 那版主這個地方 其實也會提供一些有用的資訊 以及如何去防止詐騙 知道詐騙的手法 並且就是幫助受害者 能夠脫離這樣子的一個 被詐騙的一個心情 審計部最新報告 2018到2023年間 所有詐欺案件發生 提供資訊及財損金額 以去年度最高 共37984件88億多元 前三大案類是投資詐欺 網路購物詐欺 及解除分期付款詐欺 我看過一個最慘的是 他先告訴 通常老先生老太太 因為確實老先生老太太 他們可能不像我們對科技 這麼的熟悉 甚至現在很多證券 其實都在手機上面做操作 手機跟電腦上操作 他那個詐數是 他跟老先生老太太說 有一檔股票上市 抽到你了 你要不要買 很開心 有要上市的股票 當然這個通常是很好的獲利 那決定買 結果他說你的款項好像不夠 我介紹你跟一個人貸款 我介紹你一個貸款 然後變成是什麼 你可能要用你的房子 你的土地去做抵押 抵押了之後 通常這個金主 不一定是詐騙集團內部的人 但如果是的話 後續你在追討上 會相對簡單一些 可是有些情況是 那個金主還真的就是 外面可能放貸之類的 結果變成是什麼 你的款項貸了之後 你馬上就交給詐騙集團了 因為我要去買股票 給了之後變成是什麼 股票也沒拿到 因為從頭到尾那個就是假的 那變成是你還不出來 這邊來抵押你的房子 最近有滿多這種的 那變成是可能 房子土地全部都被執行 甚至直接就上門查封 新冠疫情促成居家上網 宅經濟普及 增加詐騙集團 藉由電信網路管道犯罪 同時民眾對於現有收入的 不安全感 投資風氣盛行 也讓詐團有機可乘 當然是希望民眾可以保持 第一個警覺心 沒有那麼好康 每天在遇到的 真的 那這種東西當然你遇到 你有一個心裡是希望說 有被動收入當然很好 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至於說如果真的被騙 怎麼把款項拿回來的話 第一方面當然是 如果你本身有被騙款項 那當然像我剛剛所講的 你有去報案 整理金流的話 警方那邊來做 循縣追查會相對的簡單一些 那再來就是說 你有報案的情況下 至少 至少你在萬一 你的帳戶是有贓款 流金的情況下 如果要有人報案說 款項到你的帳戶 那可能會被半人同戶的案件 那至少你有報案的話 也可以做一個證據說 我跟詐騙集團不是一伙的 投資詐騙多 證交所提醒詐團常見的四大手法 包括假冒名人 高額報酬 免費報名牌等服務 洋裝合法業者 呼籲民眾提高警覺 要投資的話都要使用 儘管會有認證的 合法的管道進行投資 如果懷疑自己遇到投資詐騙 可以先在手機上截圖 保留相關證據 然後再撥打165或是110 進行諮詢跟報案 那也是要記住 懷疑自己遇到投資詐騙以後 就不要再跟詐騙集團有過多的接觸 以免再被他們騙到 或者是被洗腦 五花八門的投資訊息 來路不明的投資管道 切勿輕信 小心被錢重昏頭 賠光了戶頭 TVBS新聞張志明王浩宇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